台中一中新生家长会10月31日 在中华浩元先宗理事长江台安博士带领下 来到禅吉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参访 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原新主任代表接待贵宾 并为一行人导览解说八卦圣城的宗教建筑景观 以及混元文化会馆里宗主四神年行道的展览 引领来访宾客认识维新圣教的精神和宗旨 原新主任在天心池叛欢迎来访的江博士 与台中一中新生家长会的家长们 并由天心池开始为一行人解说 维新圣教总团八卦圣城的建筑与消灾化节天命的结合 顺着维新大道前的台阶时机而上 首先就是金碧辉煌的南天圣门 原新主任为大家介绍两旁 由一卦组成五字天书对联的意涵 以及维新大道上变差圣旗祈愿两岸和平天下太平的台湾与大陆地形图 和两旁三十三天王守护梭伯众生的慈悲功德 还有大道尽头王禅老祖大金生倒架慈航杜众生 和其坐下七十二天师拱护共转天下太平法轮的慈悲威德 其老祖背后由宗主辉豪为原型而建成的九龙壁石雕 也将八卦圣城未来建设的远景分享给来访的贵宾们 原型主任也引导一行人参观混元文化会馆 将宗主行道四十年为消灾化节 为世界和平传播易经风水学圣法 让人人平安天下太平的点点滴滴 一一为大家解说 了解维新圣教的正道修行作为 以及利他精神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旨 并带领参观宗主亲书的五百罗汉莫宝转出 以茶点招待大家 同时致赠杨宅风水学讲座一书 和维新电视台的各项资料 欢迎他们和家人一起收看维新电视台的红法节目 了解一斤风水活用于生活中的益处 有缘也可以一起来加入一斤大学的学习行列 维新电视维新圣教总团八卦圣城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